《 距離寶可夢 金燦鑽石 寶可夢 明亮珍珠發售距離不到一個禮拜》 官方也釋出了最終預告片 為即將到來的復刻作預備暖身啦 以 2006 年推出的《寶可夢 鑽石珍珠》為基礎 針對 Switch 的性能和特性 翻新了畫面與特效並改良原版的許多系統 讓玩家能夠以全新的角度和方式重溫經典 探索神奧地區 會見形形色色的訓練家解開神奧之謎 除了對抗神秘的銀河隊 玩家將能夠與神奧地區諸多道館的強者們一較高下 這次最終預告也公布了全新要素《玫瑰公園》 只要玩家進入名人堂就能夠參訪這個特殊設施 在這個玫瑰花盛開的美麗庭園裡 散佈著通往各處大廳的洞窟 舉凡經典的超夢、獵空座、水軍以及火焰鳥等等 玩家能夠在此一一的與那些締造傳奇的傳說寶可夢邂逅 對你自家訓練的寶可夢有信心的話 就帶著你那經過千錘百練的夥伴寶可夢 一起去挑戰強悍無比的傳說神獸吧 各位死忠粉絲們 就讓我們11 月 19 日神奧地區再次相見吧